国产游戏招和米国物语公布 日本殖民美国少女打丧尸 IT之家1月9日消息 在碧莉碧莉游戏大赏活动上 国产游戏工作室灵控游戏 正式公布了此前以Project Access为代号的新作 游戏的正式名称为 招和米国物语 据介绍 招和米国物语是一款项 80年代流行文化致敬 以浓烈B级片风格呈现的全新RPG作品 将登陆PC PS5 PS4平台 以上架司令商城 IT之家了解到 在本作中 玩家将扮演死而复生的少女碟子 在仍为日本经济和文化殖民地的美国 踏上一场追寻真相与复仇的末世冒险之旅 并在漫长的旅途中结识伙伴 克服艰险 努力生活 不断成长 游戏介绍 招和 66年 日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 买下了美国大部分地区 凶流利移民潮 将日本的文化种植到了美洲大陆 曾经在世界舞台举足轻重的韦国 已经彻底沦为了日本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 两种不同的文化在时代的浪潮推动下急速融合 尽管矛盾冲突时常上演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人们逐渐适应了自己从未想象过的生活 然而 一场未知原因导致的灾变 永远改变了世界 只在电影里见过的丧尸和灌兽大量出现 催哭拉朽的毁灭了原有的社会秩序 以动作电影的替身演员为职业的 十九 四少女蝶子和自己的妹妹来到了已经更名为新横滨的好莱坞 为一部芯片实境 刚出机场就遭到几个黑衣人自杀 蝶子被掩埋在了新横滨郊外的荒野中 妹妹不知去向 不知过了多久 原本已经没有呼吸的蝶子 从土里爬了出来 让他感到十分惊讶的不仅是自己还活着 而且 整个世界已经面目全非 丧尸红行 各种奇异的怪物和残存的人类们 争夺为数不多的资源 飞到和土匪的战国时代 庞大神秘的组织试图重建社会秩序 蝶子从片场废墟中 找挨了摩托和房车 踏上了寻找妹妹的求生之旅 在这趟穿越美洲的旅途之中 会有哪些邂逅等待着他 在土里沉睡的这些年 地面上发生了一些怎样的故事 除了主线故事之外 有大量的支线任务和迷你游戏可供探索和游玩 深入感受这个世界独有的风土人情 强调凶狠直接的攻击方式 使用种类丰富的近战和远程武器 搭配组合面对类型各异的敌人 预应习得的所有技巧和经验 和强大的对手周旋 见证蝶子的旅途 陪伴他的成长 在他逐渐强大的过程中 保留下那些意义非凡的物品吧 喜欢 80年代文化的人 能够找到许多已经逐渐模糊 但依旧美好的童年回忆